果然只有老动画才能描述出另类的黑暗 先不谈剧情尺度 光是画风就让人有些上头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 32年前的日本动画《恶魔的新娘》 讲述恶魔爱上人类女子的情感故事 迪莫斯原本好像是一位天使 但因为违背的是苏伦利和自己的亲妹妹恋爱了 因此她变成了一位头上长着脚 背后长着黑色翅膀的恶魔 迪莫斯的妹妹在一片荆棘之中 她的身体缠绕着可怕的荆棘 被禁锢在一棵巨大的枯树上 迪莫斯的妹妹有着一头长长的蓝发 在风中飘扬 她冷白的皮肤浑身散发出冷艳的气场 如此美丽动人的女子却失去了自由 虽然她还活着 但是她的身体每天都在悄悄地腐蚀着 她的右眼已经被腐蚀出了一个黑洞 载无血肉 迪莫斯的妹妹不想看到拥有丑陋身体的自己 她渴望拥有一个全新的美丽身体 一个可以代替她的身体 为了让自己再次重新恢复美丽的龙貌 妹妹向迪莫斯发出了请求 她请求迪莫斯为她寻找来一个人类的身体 迪莫斯答应了她的请求去往了人类世界 其实想要拯救妹妹 确实需要找一个替身 因为只有她能代替妹妹承受荆棘之行 才能解脱 而迪莫斯的目标美奈子 是学校新闻社的一名成员 九松也是新闻社的一员 同时也是美奈子的好朋友 这一次 九松在世界南花展比赛中获得了佳作的名字 于是美奈子陪着九松一起到现场临家 美奈子对于自己的好友有这个能力 很是赞叹 而这次南花展比赛的金奖夺主 叫大亭童子 大亭童子的南花叫青女 青女在中国被称作为雪之女神 青女不愧是冠军作品 美奈子看到第一眼便心动了 她看到了青女是一团华丽 冷漠又漂亮的花 九松对青女的作者大亭童子仰慕已久 而近几年的南花比赛的冠军也都是大亭童子 青女这个品种的南花 只要是爱南花的人都想挑战 栽培试试 但是少有人能让她开得漂亮 想要青女开出美丽的花朵 就得找到合适的养育方法和肥料 九松对大亭童子是如何培育出精力的方式 好奇极了 也很想要看看大亭童子的闻事 美奈子听到九松的心愿 便打趣地问她 是想偷大亭童子养殖蓝花的秘方吗 九松有些激动的回答 当然不是 不管是展览会或者有颁奖典礼 大亭童子都不曾现身过 所以九松的脑袋里 都充满了想要了解大亭童子的想法 九松还把大亭童子的住址 记载了一本蓝色手册上 难和几天后 美奈子发现九松已经请假三天了 而且听同学说九松一直没有回家 而九松的父母也已经报警了 美奈子觉得九松也许是去寻找大亭童子的 于是她也照着大亭童子的住址找了去 去的路上 美奈子途经一个山洞 这时 一阵玫瑰花瓣飘来 警戒着迪莫斯在花瓣中现身 聚美的她 逼动了美奈子 因为美奈子就是她过过寻找的人类女子 她想要带着美奈子回到黑暗的世界 等她成为自己的新娘 美奈子震惊 自然是拒绝到恶魔的新娘 这时迪莫斯想要亲吻她 美奈子在差点被迷惑时清醒过来 推开了迪莫斯 还用书包打伤了她 随后逃走 后方的迪莫斯大声劝美奈子 不要去那栋房子 她完全是为了美奈子好 因为只要接近那栋房子 就会发生不好的事 然而美奈子并未放在心上 美奈子来到大亭童子的家门口 发现没人后就撞开了旁边的小门进去了 一进门便与大亭童子的弟弟阿耀相遇 美奈子向她询问三天前 是否有人来拜访 阿耀说她家几年没人来过了 紧接着阿耀便紧张地赶美奈子离开 美奈子离开前看到地上 有一本蓝色小手册 那正是酒松的 这时阿耀直接把美奈子推了出去 关上了门 那她再也别来了 美奈子立马去找着警察 请求警察搜查大亭童子的家 有位警察同意的 跟她一起来到大亭童子的家 美奈子再次来到大亭童子家的庭院 却没有找到那本小手册了 警察到处参观了大亭童子的家 她家里又专门做肥料的焚烧炉 还有搅拌肥料的钢 钢里的液体就是大亭童子培育兰花的秘方 那液体还泛成一层红色的物质 随后参观了闻市发房 美奈子搜紧闻了闻 没想到差点被花香迷倒 还是阿耀温头地抱住了她 在阿耀照顾恶人喝茶的时候 大亭童子把警察喊了出去 她说有人给警察打电话 但而在警察去接电话的时候 她被大亭童子用箭给射杀了 与此同时 美奈子也昏倒了 警察的身体被搬到了焚化炉 随后阿耀把汽油嚼在她的身上 再用一把火将它给烧了 美奈子醒了 经过这一天跟温头的阿耀相处 美奈子已经对阿耀没有了戒备 阿耀说美奈子只睡了7分钟 美奈子也信了 所有阿耀温头都说警察有事先回去了 从美奈子离开时 她拿出了一束珍贵的青女兰花给美奈子 这时 阿耀发现她的姐姐大亭童子 正拿剑对准美奈子 于是阿耀赶紧把美奈子护住 并再次耐心地强调让美奈子 别再来这栋房子 她把美奈子推出了门外 大亭童子问阿耀 是否喜欢上了美奈子 阿耀自然要说没有 因为如果喜欢上了除兰花以外的东西 大亭童子会不高兴的 离开后的美奈子有些疑惑地坐在车站 这时迪莫斯出现了 她像名侦探一样地说美奈子 其实昏迷那段时间可不止睡了七分钟哦 美奈子瞬间想起了在她睡着前 窗户上的蜘蛛才刚刚在结网 她醒来后 网就已经很大张了 得知被欺骗的美奈子 再次前往了那栋房子 美奈子进入房子时 阿耀正在传警察烧成的灰 在那灰里 美奈子看到那名警察的证件 美奈子震惊了 瞬间她明白了九松的失踪 明白了一切 看到美奈子的身影后 阿耀则有些无力地询问美奈子 为何还要回来 而大庭童子也现身了 她让阿耀告诉美奈子 他们这么做的缘由 原来在阿耀很小的时候 她调皮的和青梅祖马马力 一起在后院设置了陷阱 陷阱里还放了铃铛 本来是用来玩弄庸人的 但是没想到当晚 大庭童子中了陷阱 而这时的大庭童子 正要和一名家里的庸人郑兰私奔 陷阱里的铃铛声 引来了他们的父亲 大庭童子的父亲 立即生气地用剑射杀了正兰 最后正兰的尸体 被她父亲冷静得焚化如中 她的骨灰成了兰花的肥料 因为这肥料 那一年从不开花的兰花 竟然长出了漂亮的青绿 因为众人的陷阱 大庭童子都腿废了 从此坐上了轮椅 而他们的父亲去世后 阿耀和大庭童子 便开始转心地养兰花 可是有一天 玛丽一家搬回来了 玛丽立马独自来找阿耀 高兴地说 她父亲同意她与阿耀结婚了 一旁的大庭童子 这才知道 让她残疾的罪贵祸首是谁 于是立马射杀了玛丽 把她扔进了焚化炉 美名其悦的阿耀 也感受一下 失去直爱的感受 听完原委后 大庭童子便要射杀美奈茨 阿耀赶紧挡在了美奈茨身前 但是双眼发红的大庭童子 还是将剑射了出去 看到阿耀倒地了 大庭童子更是怨恨 这都是美奈茨出现的原因 便要再次射杀她 那大庭童子舍了两件 都没有中 因为阿耀用最后一口气 雷住了大庭童子的脖子 阿耀虚弱地说道 全部都结束吧姐姐 这些憎恨的游戏 那我们一起背负这些罪过 带到地狱去吧 最后迪莫斯叫醒了 瞎昏倒的美奈茨 美奈茨一醒来 就亲眼目睹了阿耀 抱着大庭童子 在焚化炉中 胸胸烈火 包裹着二人 迪莫斯看着火焰说道 蓝花 尘归尘 土归土 美奈茨 总有一天 我也会抱着你 一同 鲁地狱 早期的OVA动画版本 没有更新后续 以至于迪莫斯和美奈茨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感 没有以动画的形式表达出来 如果光从这段OVA动画 其实很难可以看出 迪莫斯喜欢上了美奈茨 而吸引迪莫斯的点 在于美奈茨的善良和开朗 第一次美奈茨推开她的时候 迪莫斯说了一句 有趣的女人 我整个人都在奇怪 你不是一辈子 就见过你的妹妹吗 所以一边是不安事事的 纯真人类少女 一边是正在终身痛苦的妹妹 迪莫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但如果犹豫了 就代表这个恶魔 她两个都想要 我说的没错吧 另类画风描述出了另类的剧情 妹妹也在这之后 等待许久 没有等待哥哥的回归 所以就以灵魂的形态 去往人类世界 我不敢想妹妹 在知道最后的真相后 会是怎样的情绪 说到情绪 就得寥寥以恶魔为辅的真正主线 童子对幸福是充满怨恨的 她可以说对幸福再也不去憧憬 而弟弟在即便知道自己的爱人被射杀后 也没有复仇 因为愧疚 似乎战胜了复仇的念头 所以说仇恨 往往就得有一方 牺牲自我才能终治 否则阿妖完全也可以因为爱人死去 而杀死姐姐 报道视频前的各位 对两姐弟的爱恨情仇 怎么看 两人走入焚花炉 是否是最好的结局 如果是你 你认为自己是否会思想扭曲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讲法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97年男孩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